他有桥嘛 他可以动 童家宝这里是拿到了 这个旅行车 再往前开一波急火可能要爆了 改了一下路线 横着开了一点 然后拉开了距离 有惊无险吧 但是你再往前去 说他们比你快 我觉得他应该想不到 有一个队伍比他们快这么多 他应该觉得这个地方是微薄 我说实话 再来看另一边 假的库的位置 沐阳一开雷炸到了自己的队友 LGD前进是第二个人的 那这样的话 两边的人数应该差不太多 对 一颗雷 将攻补过 这应该算是将攻补过 而且这个时候LGD只剩下小天 但是不团队得打赢才行 位置已经暴露了 跟欧德两个人配合 二打一的话 应该没有任何问题 不过这个时候旁边 4AM听到了打架的声音 要准备来到近点劝架 4AM旁边还有一支队伍 一颗雷小天锁住了 欧德应该不知道对手有这么惨 他们现在是要干嘛呢 欧德在前面顶住压力 然后队友在后面救人 他没有想到说主动去打 是的 他要拖时间把队友救起来 因为他们应该也是发觉了 周围会有队伍过来劝架 4AM其实想第一时间来到战场 但是被SCE的枪线给赶走了 SCE可能会来得更快一点 但我看SCE好像试图是在 按对面 然后卡住就可以了 一颗雷炸掉了天 那这场比赛 LGD是率先被淘汰出局了 那NV刚才那颗失误雷 就还好了 还好还好 如果说那波团输了 那就是战犯了有点 其实这一波4AM确实是想过来劝架的 但是呢 被SCE给限制住了 甚至莫逐这个点位还不好走 蓝圈已经逼近 SCE应该是要选择进圈 那这样的话 4AM也可以选择撤退了 所以说这个圈里面 扎点的战队应该不会特别多 现在你像4AM还有NV还在蓝圈里面 还没有进圈 刚才缠斗的有点久了 ST这里是要选择扎点 从这个路线上来看的话 直接撞到了分采的休泰姆脸上 休泰姆才刚走一个人 就迎接一个队 压力有点大 大拳捏了一个顺暴雷 进脚步人已经进来了 丢雷炸倒了对方 但是自己也被放倒 那休泰姆进点防徐的两个人 全部倒地 这一波分采是裂开了 有点小瘫 他们可能想的是什么呢 就是桥头比较危险 又来童家宝也要来卷吗 两个队 不是不止一个队 VS先来 VS说童家宝你等一等 我先打 那后面打的队伍其实不是受益 那肯定是童家宝这里要收大分了 其实雷彩也是过来看点的 但是TC只派了一个人 所以准确来说 还是只有两个队来撞 那就先来看一下VS跟STE的防徐战 小帅捏雷和反弹雷 外面Z9是放倒了天 但是仙仔的雷也放倒了Z9 两面是各倒一个 仙仔再次倒地之后 又是守雷 这个时候童家宝来了 差不多一场了 你们打完了吧 到我了 看一下经典 看下经典 看下经典 ST是只剩下的浪作在烟雾当中 没有任何的操作空间 最终是直接被带走 不过龙仔这个燃烧瓶 应该把它烧倒了 还有人来劝架吗 只有负M了 从这个方向来看 但是从时间节点上来看的话 有一点点来不及 他来了 他来了 但是他只有一个人 他身头兵线来转一转 你看花花这里就非常团队了 他立马开车出来拉一圈 给到周围队伍一定的威胁 不让你贴到近点 是那个show time的位置 show time是只有两个人的 扎到水里 四个人全部下水了 那这不是要被打鱼 不好说吧 另一边远点山头 顾俱俱的枪线 还放到了明死哥 你以为大家都看着京东 这一辆车 这一辆一辆的过来的 苏南这里坐在车上 想丢一颗鱼雷 但是距离太远了 而且show time他有掩体 早是想上岸 但是被抓到一个timing 被打上了一丝血 这个角度上岸的话 绝对是要倒的 哪怕不上岸也应该要倒了 我没有想到什么解法 目前他只要下了水 京东应该就打不了了 天霸在跟体坛打 体坛这里是从防区出来 反清山头 天霸只剩下顾俱俱 烟雾当中 面中对方三个人 天脸 一波妖射 最终还是被对方 多方枪线给带走了 这一波体坛是打了一波 完美的团战 还是满边 苏南也倒了 那这样的话 就只剩下了power boy power boy 刚才在车里面 也在水里太久了 还想丢雷 不好扔 主要是对方有桥洞啊 而且你就算炸倒一个 还有另外一个 对啊 他们两个人站的位置 不是很紧凑 感觉是没有操作空间了 这场 枫烟想办法回到岸上 可能还有一线升级 他如果说回不到岸上的话 那是真没了 苏南慢慢地飘过 不要管我 我与世无争 苏南如果也上岸了 说不定能服 但是前提是power boy 也得上岸啊 他是坐在水中的 蹦蹦后面 想要去输出对方 但是你在水里出枪的话 是由子弹衰减的 NV贴了TT NV应该是先击倒TT一人 然后选择贴过来 花质这个反坡 是非常的关键的 对 TT站位比较分散 看看这个雷 应该是有效果的 不过沐阳是退到了防区里面 甚至舒寒这个时候 还有时间打一下身后的体坛 因为他不打体坛 他没地方进圈呀 NV和TT这个位置 他都不在圈的 就是已经做好了 要打两头的准备 但是你还是得 先把近点的这个 人先拔了再说 这场比赛就跟擅长的 雨林就比较相似了 圈边的战队是没有办法逃走 只能去换分 花贤头头 但是花质自己也是被令给发现 头头像一个用耳一样的 再来看看派达新的这个雷 又是二的 击倒了远点架枪的阿杰 派达新的位置是锁了的 头头先冲 找位置 头头这个一号位 完全就是混心兮的 但是他自己被捕了 也说明二号位没跟上 再来一波单挑 又是一打一 孟阳顶住了 收掉了提提所有的分数 但是蓝圈已经刷新 这个时候NV的残边 应该也不好进圈了 KSC也是卡在圈边打的 他们是从圈里面 拉出来收分的 那发现收不到分 就回去就好了 对 很灵活 贴到了体坛的三角下 下个圈起马上就要刷新了 舒涵打过体坛的人 所以他们可能觉得那边好推 然后圈还给了 同心圆啊 这同心圆圈面对我没圈 那都有一条路可以走 就是下水 来了 上车直接躲掉了对方的载具 好灵活 舒液都已经挑起来了 但是他落下来的时候 没有伤害 因为根本没有铲到他 对 那这样的话 NV两个人只能下水 去找散兵了 哎 哎 好久不见 哎 怎么你也在这儿 好久不见 原来是你 但是为什么要 两边谁都不想放过谁啊 这是 那肯定啊 现在大家都是对手了 但是散兵的血量是不占优势的 都坐在车上 两个人包围的散兵啊 太惨了 而且真的没位置呆了 两边还都有车 两边的枪线是淘汰了 帕罗布韦 这一幕太戏剧化了 我真的觉得 这是什么连续剧啊 爱恨情仇 这就是辟谣一难忘啊 再来看这里 KSG 这融化了 这么快 对 感觉这里是 体弹没有做好提前的部署啊 是的 我眼睛一闭一睹 体弹没有了 这太快了呀 不过KSG这个位置 也还是得再走一步 才能进圈 他们好消息就是有载距 可以往前面去驾个车阵 但下个圈景往北切的话 他们就只能下去游泳了 是的 也当水友 现在RW也要进圈 他们应该会想要去 通过河道来走到 北边的位置 要跟童家宝撞吗 哦 这一波童家宝是没有率先出枪 那这样的话 RW四个人安全过到了北边 是的 要打 这一波绝对是要打的 伍克雷 但是没有掩体 他只能趴着人 还要给自己封一些烟雾做遮挡 米露这个位置想要被FM打 米露你都侧身 有三个人 这是RW双开啊 米露在高点顶住 另外一支队伍的压力 是的 米露这个点有点待不住 NV还在水里又打了个炸宝 也就是说KSG应该是也下河了 不过北边这里的战斗 还没有正式的打响 RW率先封上了几条烟路 米露这里是想要驱赶一下北边的FM 因为他怕去打同家宝的时候会有人来劝架 他本来是踩一个高点然后打同家宝的 但是因为那边有FM他回来了 来了 RW这里全员绕了一个底坡 往前开 还没有打选的扎进去了 载区马上就要爆了 已经带火花了 载区直接被引到 君米跟山智直接被放倒 不过另外两个队友是安全下车了 如果烟雾弹可以封起来的话 那就还能活 但是刚才银还没有来得及起来 队友已经被补掉了 FM已经踩到了 同家宝在头上 TC也在打 同家宝现在应该不敢延展出来了 那从积分榜上来看的话 这一场比赛将会是TC 以及微博的追分机会 北战一颗雷炸到了陈C 这TC一看 经典是RW肯定是要奇妙的 再来一颗雷炸织生态 炸残的迷路 还有雷 还有雷 最后TC将RW给收下 那这样的话 RW这一场比赛应该是只收获了一分 上一场打完是109分 这个时候分数形式对RW不是很有利 这个时候圈形难切了 对于一些南边队伍来说 你这个圈来得太晚了一点 真的来得太晚了 但对于微博来说 不早不晚 刚刚好 是的 看一下龙仔跟WYY都到了 东东拉到了一个色彩上线 不过下车被对方给抓住了 是的 下车有僵直 陈C还是蛮顶的 任现在也要动 但任如果是开车的话 你下车也有僵直 你在车上只能切座位打 还是说你换个点 他没有管陈C顶 顶到了炮楼 又被接了一个下车 你挑同家宝哪一个都不好打呀 没办法呀 那同家宝把人扶起来之后 还能保持一个满边 是的 而且你不觉得 富M是一个一个上来打的吗 他也不是一起冲过来的呀 感觉他们好像又找到了第一天的状态 我建议还是不要 对 来看一下微博这一侧 微博一直是拉了一个 比较长的一个防守线 他们现在是南边 如果不算那个桥下两个的话 那是南边唯一队伍 但其实刚刚野猫那个位置的右侧身 应该是漏给桥头的show time的 所以他封了一颗侧身烟 这个应该还好 我觉得 野猫只要不倒 我觉得这把微博还是有些几回 因为他现在这一方向 就不怎么去接触战场嘛 是的 再来看看北边吧 这里ACT跟TC大战 应该是一触即发了 TC看起来这个位置像是被加的位置 但是我觉得同家宝 也有可能隔着TC能打到ACT 我感觉同家宝的打法 可能会跟刚刚的RW一样 扎到那个车阵去 因为RW虽然被淘汰了 但是他帮圈中心架起了一个车阵 那这样的话 同家宝可以借助这个车阵 存活下来 我觉得TC推出来的机会有点小 野猫 远点出键放到676 不过好在有车阵的阻挡 人头是补不掉的 那这样的话 同家宝封上天雾弹 还可以把人救起来 是的 如果微博继续削弱同家宝的编制的话 其实TC就有机会在决赛上出现了 这真的是前程灾数后人成梁啊 是啊 同家宝利用这个车阵满边活下来了 那如果北边 ACAT跟TC大战一触即发的话 同家宝一定要找机会劝 一定要成为北边的最后一队 才有机会去吃鸡 但是你让同家宝二次动车 他可能起身又要被微博扫 还是有一丢丢风险 看他怎么选吧 北斋被爆倒了 爆倒了北斋 雷仔的补枪 测车但是被烟遮挡住了 没有击倒自然灿 其实雷仔的这个位置很关键 他能看完ACAT所有的侧身 打到了北莫 北莫放在车上 这是北渊的出枪 北渊是将北莫给补掉 雷仔还在继续定三三 但是太神出来的时候 被花花抓到这个背身 抓到机会了 同家宝这一波一定是要过来劝架的 同家宝太聪明了 他得给微博那锁风烟了 封许一波扫车 配合队友 引爆灾就放倒了 思婷 北斋也倒了 只剩下北渊 封许顶住了 但是顶住这一波 还有下一波 同家宝马上就来 等一下 桥下 把桥下的 我这一波想是北边打这么嗨 我要赶紧把南边的门户清理完 你北边打得这么嗨 我南边没镜头不行啊 知道7C这波很难推出来 不过AC7现在这个编织还能打 好 这个雷还是比较有准度的 炸了个半鞋 另一边同家宝跟AC7也是打了起来 不过六七六的人头 是被小杰给K掉了 这个时候不要忘了 水里还有人啊 对啊 KSG来了 还有两个橙色的 刚刚说完 一换一 不要点出来吧 没事 枪尬的生自己一个人的时候 就是完全挺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抠脚 撑不住了 那这样的话 我南边清完 微博成为了南边 唯一一支满边队 是的 头上有空头 但是解不到 来看一下晃发气策 就是一个背身 团灭了AC7 目前场上还剩下三支战队 四打三打一 全景黄眼一看 北边是四个橙色的 但是仔细一看 一个是KSG的 但不是一个队的 对 现在是四打三打一 枪尘这个位置 其实更多的 对同家宝的威力性比较大 他已经出枪了 因为他这里就在 比了一百圈太远 他只能出枪 是的 微博可能 雷不太 雷应该还有 还有 微博这里还有八颗手雷 只是维森没有雷而已 而且身后的独狼枪神 也在去对同家宝输出 那这场比赛 同家宝应该是 有点难受了 对很难 被五个人打 先像素 他看到了枪神 看到了独狼 但我感觉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吗 仰着 他不一定会出枪打 当我没说 想多了 我们还是想得太高阶了 对 那这样的话就是形成了一波四打三的决赛圈了 看看微博能不能够延续二连击 有机会 这场比赛如果吃鸡的话将会来到107分 现在微博是野猫架枪 两个人往上突 结绕侧线 结在左侧身位 然后同家宝的站位相对比较紧凑一些 因为他没有延展的枪线的空间 没有地形 这个时候一定要躲掉对方的手雷 一旦微博手雷破点成功 那四打二绝对是大军压尽的 微博想靠雷来清掉自己头顶上石头位置的人 但这里车震太多了 完全找不到人在哪呀 他就是想找龙仔 这个雷的方向是对的 雷的方向是对的 雷倒了 几个雷精准引爆 结还在找位 花花也倒了 一瞬之间只剩下了沈泽森 决赛圈四打一 不会是结还没到位 战场已经结束了 沈泽森打一个 沈泽森打两个 还有吧 打三个了 结快到了 结这个时候是没有车的 只能干了 那这一波沈泽森有机会把状态给打起来 他要先补人 先把这个人头拿到手 对 而且不能让微博的这个 倒地的队友报信息 一个时候来发现了一个干拉的小杰 两边马上就要堆枪了 小杰是一个平地干拉的DBS 他没有延级 一波猪枪 四连枪 我的天哪 这个决赛圈 我的天哪 我想到了杰拉这么远 我以为杰还没有加入战场 这战就结束了 没想到飞波 你三个人被压住一个沈森森 绝对的个人英雄主义啊 没有任何队友的情况之下 实实在在地达成了一圈 就从那个镜头当中 我看到沈森森是什么呢 护枪打完之后 秒切了一把副武器 又开始出枪 然后左边的淘汰星期 不断传来了微博的被击倒 估计自己都没有想到吧 是的 再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